CCTV5直播有变 晚上8点 中国女排决战加拿大 蔡斌争取五连胜 二十大号 欢迎观看本期视频 在视频开始 还是访问各位朋友能够点点赞 点点关注 谢谢大家 和大家说一下中国女排最新情况 中国女排已经正式到达BCD香港 也可以看出蔡斌这段时间非常繁忙 根据媒体爆料 中国女排虽然说有一星期左右的调整时间 但是呢这一星期被切得非常碎 而且呢每天都要参加商业活动 这其实对于中国女排来说 不是一个好交戏吧 毕竟我们是来参加比赛的 可能香港当地呢 对于中国女排也是非常崇拜 安排不管是晚宴还是与球迷的互动 其实对于中国女排来说 这次呢确实压力还是非常大的 因为本次战比赛 对于中国的来说 如果不能够取得好的成绩 蔡斌也是将会背负很大压力 所以说我们相信中国女排能够进会的调整吧 通过目前来看 中国女排虽然说一直参加商业活动 包括与球迷合影互动 占用了大量时间 但是我们期待蔡斌能够制人善良 用后民民区别 随着比赛即将临近呢 中国女排也是安不就边的进行了训练 我们将会迎来第一个对手 加拿大队 这场比赛呢其实对于中国队来说 压力并不是很大 加拿大女排呢实力并不是很强 这场比赛将会在6月13号的晚上8点 中国女排将会对阵加拿大队 这场比赛呢也是不容有失吧 因为你面对弱旅如果不能够取胜的话 蔡斌将会背负很大压力 我们希望呢随着比赛开始之后呢 蔡斌能够对于战法 包括人员与一个或者调整 争取收获五连胜吧 希望呢中国女排 不要因为最近的一些密集赛程而受到影响 虽然说作为球的几个核心状态非常稳定 向我零零等人 但是呢我们还是期待零零呢 能够在本次的香港站 能够再次的大发审位 帮助中国女排烈弯狂烂 让我们一起为中国女排加油吧 好了欢迎观看本期视频 咱们下期再聊